你好 不好意思啊 打扰到您 有几个问题我想采访一下您 你说 好 您跟这个吴先生是通过什么方式认识的 相亲远见 一块相亲远见 你是在什么时间跟他相识的 我那时候都忘了嘛 微信上面是8月21号 去年的8月21号 当时您在这个交友网站上 发现这个人以后 是什么地方能够吸引到你 有男人那种气场嘛 还有那种魅力嘛 在交往过程当中 您对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因为我没见过他人嘛 说话也很少 语音也很少 打电话也很少 反正中间打过一两次电话 听他说话的那种声音 也很有自信的 就是说话的那种声音 给子航老师这种长相的话 就像很被对一样的 聊天中间我们从来也没有了解 就是说有些人就是网上认识 聊一些乱七八糟的那种语言啊 那种就说小动作那种从来没有过 我觉得这个人也很有就是那种 修养的 以前那个是横指 横指是一个投资的内容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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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我开了个户 就是往那个户图上打钱 这样打了多少钱呢 四十多 那您觉得他跟你聊的过程当中 他对这个横指数对投资领域 他了解吗 说的是在行的话吗 因为我不在行啊 他在不在行我就不知道他聊了什么东西 我就很相信了 后来因为他的横指 他肯定他说他亏了我不知道 我没有我亏了吗 我亏了就是说十十万钱不都没有了吗 我那个时候虽然是钱亏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两个聊天也聊得很开心的 我想到钱都无所谓 因为我这个人对钱一直都是那种 不是很在意的那种 您在意的是什么 肯定是感情啊 您在意的是感情 所以即便亏了四十多万 您认为只要你们两个人聊天的感觉还好 你们俩交往是真心的 就是说钱不是问题 还可以继续进一步的沟通 对吧 会影响你们的沟通 对 那另外的四十万是以感情的名义打给他的 还是继续以投资的方式打给他的 纯正是送给他的 纯正是送给他的 纯正送给他的 是他要的 他要 前后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我好像就打了四十万 半个月的时间打了四十万 有时一天都十几万 那您告诉我 他用什么理由说服你一天给他打十几万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女财女的资产很多嘛 哎呦 他就说你一个女人要那么多 钱放在这 就说给了他吧 给他保管吧 我居然想了 两个人居然在 在谈朋友是不是 后来聊天 他还准备是我所有的钱 全部放在那里 你所有的钱大概有多少钱 怎么说呢 我们这个东西不好说 你说几百万也有 几百万也有 那也就是说 您差点把几百万都拿出来给他了 对吗 有这个想法吗 当时 是的 天哪 那你们在交往的八个月当中 没有一次见面是吗 没有 因为这位女士 我声明一下 她不是在北京 她是在武汉 那这位高管是在北京吗 在北京 因为一开始 她提出跟这位男士见面 男士说一个是 大家不在一个城市 异地恋 不方便 第二说她很忙 对 那有通过电话吗 或者视频电话 没有四个屏 要是视频 我也知道她长成什么样了 就是每次她 我说我想看她的时候 她就是发一些照片 发得很好吃的照片 那你想视频 比如说您突然按一个视频通话过去 她都不会接是吗 她不接 对 她找的理由是 她不愿意视频 就是说 有一次在开车子的时候 就是给 以前的前妻视频的时候 好像出个故障 后来又说 是他们家的女儿 好像也是视频 好像是北方家 我也不知道 所以 她说 她现在就是不愿意视频 她把视频这件事情 编了两个小故事 也就是对她的生活 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所以对视频这件事情 她是极力反对的 对吧 对 从来我就起了理心 我觉得怀疑 为什么她老是 从来就是 一直在推特推特 跟我见面 但是她这几个月 她又 又 又得开口 跟我要钱 说是 他们家的车子 被她 就是一个弟弟 被撞了 撞腐了 说是 现在要 拿几百万 有买车 就是还要买好的 她想拿几百万 去买辆好车 跟您说了这个话 意思是什么呢 是 让我把我的投资 你财的资产卖掉 给他买个车 我说这个东西 我纪念要跟你几百万 几十万到无所谓 要跟你几百万 几十万到无所谓 也就是说 像这种 不见面的转账 几十万在您的 接受范围之内 我说也许你不相信 我对这个感情 好像是看得很 很真很真 我好像 特喜欢这个 也就特喜欢吴国梁 用他的声音 和用曾子航老师的照片 跟你营造的 这样的一个 金融男的形象 对 那您答应他的请求了吗 反正是当时就做 我说钱可以给 但是你必须要见我人 就这样说的 他说他很麻 我已经在怀疑了 这样的就是 因为他不停地 给这位先生转账 然后他身边的朋友 也产生了质疑 说你跟他都谈了半年 恋爱 然后对外自称 他是你的男朋友 你们到现在没有见面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应该去求证一下身份 还有一个契机 是这样的 就是这位自称 是北京高管的吴先生 一直盗用我的照片 然后这个李女士 也不知道这个照片 是我本人 他的手机上 就用了我的屏保 然后回单位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手机屏保 就被他同事发现了 他同事说 这人是谁啊 很面熟 他说是一个 他说是他男朋友 是他男朋友 人家说不可能啊 这好像是一个作家 上过电视 然后这李女士说 他很少看电视嘛 他说不可能 那有可能是长得很像 但是人家就说 你应该求证一下 你的男朋友 到底是这个作家 还是他长得像这个作家 然后后来这位女士就说 老不见面也不合适 有一天就在身边 姐妹的这个窜逃之下 这个他就决定 要买机票 要来北京看 这位男士就 吓得惊慌失措 要求他马上退票 而且呢 还不是一个骗子 是的